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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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俊 王玉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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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長謝國良跟立委張家俊 王玉銘一起到市區 進行掃接肯脫 沿途受到民眾熱烈的加油與支持 整個氣氛非常的溫暖 讓立委感受到市長的高人氣 之前我住過基隆 然後剛剛一路走過來 其實我看到非常多的人 支持我們國良市長 包括有這個對面來的這個 計程車司機朋友 他搖下車窗然後一直比讚 就是幫國良加油 然後剛剛也非常多的這個攤商 甚至還有小朋友都主動過來 跟國良市長拍照 所以我覺得基隆市民 其實是覺醒的 他們知道好的市長 就是國良市長 所以我相信會有更多善良的市民 會站出來請善良 我們希望大家 10月13號真的都站出來 然後給國良市長最大的溫暖 當然也是給基隆市 未來一個更好的未來 在這個這一條街上 大家這樣一路走來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年輕人 不管是小朋友 不管是爸爸媽媽 甚至阿公阿嬤 大家都主動跑出來 跟我們謝國良市市長說加油 我覺得這一份熱情 就是真心回應真心 他們也感受到市長對於市政的真心 所以他們也真心的 把他們的支持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是值得感動的 我覺得一個城市的進步 就來自於這樣子的一個原動力 跟正能量 雖然目前國民黨民調顯示 多數民眾不認同罷免 但是大家最擔心的 還是支持民眾 到底會不會出來投票 因此兩位立委 也肯托支持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一定要在10月13號 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支持謝國良不同意罷免 所以10月13號那一天 現在你們不要覺得很樂觀說 看民調這麼高 就不出來投票 想說別人會去投 反正我隔壁鄰居可能會去投 我可以懶一點我不要去 關鍵就在於你的這一票 所以只要你看到謝國良市長的努力 你看到了他的勇敢 你看到了他的愛心 你看到他關懷弱勢 是關懷長者 請你勇敢的站出來 你的一票將會決定 我們基隆市的未來 我們基隆市用我們的行動 展現我們是有智慧的市民 我們選擇一個好的市長 選擇一個善良的市長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在LINE的公眾帳號 有醫生隨時隨地的stand by 讓基隆市的長輩 在健康的問題的時候 可以隨時獲得真正 一時即時二十四小時的諮詢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會盡一切的力量 來讓基隆市更幸福更美好 市長謝國良也強調 市政的建設要大步向前 他會努力為基隆的市民來服務 尋找更多在地的優質工作機會 讓大家能就近工作 安居樂業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